市長 市長 我知道你很努力 我是說你對全民 對全台灣的民眾講清楚 如果發生兵凶戰危 你非常努力的狀況之下 我們天長氣不會斷氣 然後我們是安全的 存量是安全的 用電是安全的 幾天 這個明確一個答案就好了 有14天嗎 我們8天到14天嗎 不止 來董事長 不止 我想細節我們再跟委員說報告 張委員 本席尊重您的質詢 但是我想您的問題是 兩岸兵凶戰危的時候 天然氣的儲存量夠不夠 這個牽扯到幾個問題 你的前提是打仗的時候 然後你來問天然氣夠不夠 那主席如果說董事長在這裡回答你 是不是洩漏了台灣的所有的 能源儲存的機密問題 所以如果您可以的話 他是不是私底下 再回答您這個問題好不好 主席不好意思 我非常尊重主席 我覺得這個關乎到國家的安全 所以不宜在這裡 用這樣子的title 然後來質問中友董事長 天然氣的儲存量 在兵凶戰危的時候夠不夠 他現在回答你10天 你現在是要告訴中國說 台灣的天然氣儲存量只有10天 到時候你要打過來 我覺得這個我們尊重 尊重您的質詢權 但是是不是讓 他不會講到一個8天 他一定講到一個彈性 這跟大家要重視的安全 不是洩漏國家機密 而且這是什麼 依據天然氣生產後 進口事業自備儲存容量的規定 來那個 這是一個公開的事情不是嗎 我是說你的努力之下 你能夠有一個多大的彈性 你在私下跟張委員做報告好不好 沒有主席 可是你剛剛講的那個很嚴重 不是洩漏國家機密 我講這個很嚴重 我要謙呼董事長的智慧 你不應該在這裡問這樣的一個問題 可是全民對台灣民眾來講 你要讓全民可以安息吧 啊主席你還有一個點 抱歉我講一個點 不是打仗 不是打仗 以前佩洛西來台灣一次後 不就有軍事延期嗎 謝謝 主席我們要共同努力 讓全民能夠安心 好 主席